眼看公车一路往右偏 休旅车驾驶发现不对劲 赶紧加速往前开闪了过去 下一秒公车一头撞上电线杆 猛烈撞击下火光一闪 整根电线杆硬身陡地 过没多久车上乘客惊慌失措逃下车 巨大声响更吓坏了附近居民 电线杆没办法复合那么大冲力 就倒下 刚刚在倒的时候 倒下的时候它会拉起到那个高压电 所以就整个就产生很大的火花 就很大声 很像爆炸声讲 这一状不得了公车挡风剥离 严重碎裂 电感倒下瞬间 路边车辆也全被搏击 事发在19号中午12点多 司机载客途中 行进新北市五谷城太路四段 却突然失控冲撞电感 还造成车流严重回度 第二天上班 第二天上班 原来惹祸的41岁红姓司机 过完年第二天上班 这天正好要从关渡开往泰山 却因为开车一时恍神 当场撞毁八辆机车 还有一台汽车 他是说他精神状况不佳 导致他方向盘的部分 整个是恍神 没有注意到方向盘跟刹车的部分 等他回神的时候 已经看到电线感了 幸好车内只有一名乘客 司机自撞电感后 都在第一时间逃离 没人受伤 只是刚休完年假 一年新的开始就闯下大祸 遭到公司追究责任 还得负起一大笔赔偿责任 记者周天杰 许玉杰 I3G小组新北市报道